大家先请合掌 我和今见闻得寿时 念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去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三百二十九页 讲到这个教师法门 三百二十九页第三行 讲到中国佛教阶 那么超见死亡就念阿弥陀佛 那消灾严寿就念药师佛 那么这个是显示出后世乐与宪法乐的差别 那我们说到净土法门 他原来在印度是东方阿处佛 西方阿弥陀 他是设受信行人跟法行人的不同 那也表示修行 信为能路 自为能路 表信心跟智慧 那么修行的次第 信进念定位 那么信是入门 那么智慧是得解脱的 到最后信制是合一的 那到了中国开始有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其实也是从 净土法门阿弥陀经 或是无量寿经 这是净土法门 后来变成是超度广深的法门 我们说本来净土法门是庄严净土的法门 后来变成求生净土的法门 那么开始变成来世的利益 安乐 那么你升到那边 这边好好念佛 那升到那边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幸福 殊胜 就好像基督教讲的 那么你这边还有了信仰上帝 那么固定的时间 你护士教堂 死了之后 你到上帝那里 就永生永世 在天上享用 开始有这种观念 那这种观念也影响后来 钥匙法门就变成 不只是来生的殊胜 这一生也享安乐 就变成修行信路 信跟智的不同 变成献世乐跟来世乐的不同 开始有这样 那这个也影响到一般的试验 后来明清以后都是这样 你进到试验里面 那么主要大概就是 排位就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黄色的 一种就是红色的 座法会也是这样 那么红色那边念一下 红色那边念一下 红色的是还在世的人 黄色的是往生的人 那么后来又开始改变 那个黄色往边的人 本来是阿弥陀佛接引的 后来就变成地上菩萨接引 那这边钥匙这边 现在的试验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之前的话就变成 应该是说比如说 来世人 那往生的这边是放在 阿弥陀佛这边 那么让他升到极乐世界去 那么现世的这边是放在 钥匙火这边 那么保护他 幸福平安快乐 现世的利益 不过后来受到地藏法门的影响 又有一点点不同 如果到其他的世界 通常都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边是地藏菩萨 这边是往生的人 大概都放在地藏菩萨这边 那么现世的人都放在钥匙火这边 大概后来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中国佛教界受到这个比较偏差的 钥匙法门地藏法门的影响 那么你点灯 肖灾颜色的你就是念药师经 或是比如说念普门品 念什么 类似像这样子的 那么这也影响一般的佛教徒 就是你还想活下来 你就可能念观音菩萨 你不想活了 你想要赶快走 你可能就念阿弥陀佛 那么类似像这样 那所以 这种佛法的观念稍微就是 已经被扭曲掉了 就像我们上次讲的 净土法门基本上 从无量寿经法战比丘的庄严国土 变成韦提西的 观无量寿经韦提西的求生净土 那么这个已经产生变化 那原来他是讲法战比丘 他是怎么修行的 从他修行的因定告诉你 你念这尊佛 你就是学这尊佛 那么学这尊佛一定要知道 这尊佛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定是这样 那么他的书胜在哪里 那你怎么跟他学 要学些什么 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二步要怎么做 那学到圆满 学到旧见 是变成什么样 那他的愿力在哪里 因为佛的功德都一样 圆满都一样 但是行愿有一点不太 愿力有一点不太一样 设事为众生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么阿弥陀佛 法战比丘可以综合所有佛菩萨的恋命 他都要成就 都要圆满 那我们现在变成 所有的菩萨都不管 那么你念佛 就可以得到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 这个是错误的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可是现在的人多数都是这样 包括像我们对地藏菩萨 也产生很极大的错误 地藏菩萨现在多数都是被安占 他变成幽灵教主了 幽灵教主了 变成定义的王 那我就记得以前 因为佛教后来都放塔 那塔里面都是地藏菩萨馆的 那以前那个塔位 现在可能比较少 但是还是有 很多佛教徒一方面 一方面要念佛往生进度 这个英文老师也有讲 一方面虔诚的念佛要往生进度 一方面又去看塔位 这个地方好 这个风水好 这个有法师在诵经 这个环境好 你不觉得这样有冲突吗 你去到极乐世界 你是要去一心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 可是你还没死之前 就去买塔位 还去买那个 买那个风水比较好的塔位 而且是有法师在诵经的 或是那个塔位靠近 我就记得 靠近地藏菩萨旁边的比较贵 那么你地藏菩萨比较远的 比较便宜 那么这样的意思是怎样 你到底是要去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还是要在这个塔里面 那地藏菩萨其实也不是在那里 但是这种观念 他觉得没有冲突 那一般人其实不去了解佛法 不去了解佛法 他没有那个逻辑 没有那个思维 想一想 这样有道理吗 这样对吗 他没有去想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徒的集体不思维 不如理思维 这个道理这样讲 有没有道理 即使佛陀跟我们说法 他也不是说 你不要问太多 你听就好了 我不会骗你的 你相信就好 他绝对不会这样讲 他一定告诉你 你听了之后 要好好的想 想清楚 想明白 不懂要问 那么想明白了 你就好好依知实践 他不会告诉你 我跟你讲的 我不忘你 如实你 真实你 所以你不要问太多 你相信就对了 他绝对不这么说 即使佛陀真的是如实你 他不讲变化 他讲的也是 他做这样就真的是这样 他也不鼓励你 你只是相信就好 他告诉你 你要理解我说的话 你不是把他背起来就好 不是朗朗善口就好 你要清楚明白了解我在说什么 可是现在的佛教主不是这样 只要听到佛说的就都相信 听到祖师说的就都相信 不是这样 我们不是怀疑佛说 怀疑主是说 但是我们要了解 佛到底在说些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说 那么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跟佛学 你归于佛吗 你为什么不归于上帝 为什么不归于阿拉 为什么不归于妈祖 为什么要归于佛 他书生在哪里 他功德在哪里 那归于佛做什么 归于佛就是学佛 归于佛就是向佛学习 归向往佛的那个地方去 依止佛 亲近佛 依止不是我跟他住在一起 我就受他保佑 不是的 是为了跟他学习 听闻他的正确的观念 那学习做什么 跟佛学习做什么 我要向佛一样 佛是这样称佛的 那么我去亲近他 跟他学习 那么我后来 以后也可以像他一样 其实这样子的 所以他这个就牵涉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为什么要跟他学 你要先清楚 如果有比他好的 那我为什么要跟他学 我要跟最好的学 那真的好吗 你为什么要跟他学 这是第一个 他表现出来的 传说的 事实上的 那么第二个 我要学习什么 我跟他学习什么 学到哪里才算究竟 要学到什么程度 这个你要清楚 我到底在学些什么 我为什么要跟他学 不管你是跟药师佛学 药师法门就是跟药师佛学 弥陀法门就是跟阿弥陀佛学 观音法门就是跟观音菩萨学 地藏法门就跟地藏菩萨学 弥勒法门就跟弥勒菩萨学 文书法门就跟文书菩萨学 好 那他们就好像你要学音乐 你当然找音乐家 你要学画画 你当然找画家 你要学土木工程 你当然找那个土木工程的专家 你要学盖房子 你知道你找那个会盖房子的 最会盖房子的 一样的道理 你为什么要跟他学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个有前途 这个对未来我的生计有保障 这个别赚的多钱 这个比较有成就感 那你为什么要学佛 那么多宗教信仰 又事外到现在也很多 那你为什么要跟佛学 好 第一个 先了解什么是佛 第二个人家一样 净土坊们也一样 两大净土 药师佛 阿弥陀佛 那就算这两尊佛里面 密要师佛跟阿弥陀佛 那你为什么不跟药师佛学 要跟阿弥陀佛学 你为什么跟阿弥陀佛学 不跟药师佛学 为什么 那学习什么 有什么差别 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 那有什么利益 那当然后来就变成 现实利益跟来世利益 那其实不是 佛不是要给你现实利益 佛不是给你来世利益 佛是要给你究竟的利益 我们讲到离苦得乐 所有的法门 宗教也都是这样 都是离苦得乐 那么这个乐 这个乐就是现实来世乐 那么苦跟乐是相对的 那苦跟乐都一样 它有分三种 叫做现实苦 来世苦跟究竟苦 究竟苦就是沦为苦 现实乐 来世乐跟究竟乐 那你看后来的结果 我们就变成钻在这两个 现实乐 来世乐 跟究竟乐 这个苦一样 其实过去现在未来 现实乐 现实苦 来世苦 现实苦基本上从人来讲 就是愿正会爱别理 求不得 生老必死这些 来世苦就是三二道 通常是这样 然后当然 来世作人也有这些 但基本上就是这些 三二道 三五八难这种 那么究竟苦 究竟苦其实就是沦为苦 就一直一直受苦没有停过的 不管你在哪里三二道 不管你在天上 天上也受苦 只是苦没那么重而已 他一样有死的苦 究竟苦 其实就是沦为苦 其实就是沦为苦 究竟乐就是解脱乐 究竟就是极 其实就是极乐 其实究竟乐就是极乐 最好到最顶点 无上 没有超过这个 其实他就叫做极乐 但是极乐世界是反 因为他的一个概念是 你到了极乐世界 虽然还没解脱 但不会再轮回 虽然 虽然还有三二道道的夜 但不会多三二道 因为你在那里 善知识 诸葬善人 他会让你正见正上 你在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没有造三二道夜的机会 因缘 虽然你有三二道的烦恼 但是你没有造三二道的因缘 就像你一个人被关在紧闭室 我只是举例 你没有机会杀人的人 不是 你在这个地方 你过着很富裕的生活 你又不平 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你没有偷到的因缘 你偷到就做什么 到处都是 你不用去偷 类似像这样 那解脱乐才是旧尽乐 才是旧尽乐 那这个 现在的净土法门变成 现世乐 我们说现世乐是药师法 药师法门 当然药师法门不是只有现世乐 它是综合的 那我们上次讲到 迷陀法门 他是要厌离这个娑婆的 他是要厌离娑婆的 那心求极乐 要求来世乐的 但是有一些人 他没办法厌离 多数的人是没办法厌离的 但是他又要求来世的幸福 来世的乐 他还要求旧尽乐 他又要得解脱 他既想想这一世 不舍五欲 来世 也能够 也能够过幸福快乐 这样一直过 过到 走向解脱 你看 很好 想不想要 大家都想过这样 我这一次 可以过我想过的生活 依然过着五欲快乐的生活 现世乐 那么我死的时候 可以到佛徒那边 也过着快乐的生活 一直过一直过 那么渐渐的朝向解脱 殊胜 很好 大家都想要 所以这个就是 适合于世间人的这种 这种贪心 需求 那其实他没有了解到 比如说你说往生进度 我们要有怨离心的 你要不贪恋这个时间 而且要有普及心 你去那边不是享乐的 你是因为那边的环境 可以帮助你更精进的修行 可以让你心无旁骛的修行 他原来是这样子的 后来你去到极乐世界 因为你想要去广生 不管广生进度 不管广生药师傅的进度 广生阿弥陀的进度 你很少你是法国去进度 去的都是因为 那边保障我最低的生活标准 让我可以不用很辛苦 就活都很幸福 真的是这样吗 误会你误会进度法门 那基本上 药师法门 因为他那边也是进度 他来世一定也是幸福的 可是我能不能 你看一般是迷陀法门 你要舍掉对心事的贪恋 贪恋 所以才要怨理说博 然后求得来生的心 就好像说有一点像这样 你要去赚很多钱 你必须要牺牲体力 有很多汗 冒着风险 然后才可以赚很多钱 下辈子幸福外 比如说我这五年 那么用很多的 很危险 比如说你在战争 我去那边卖东西 危险啊 风险大 风险越大报酬越高吧 那么你这一家只要牺牲你的时间 牺牲你的睡眠 牺牲你的举例 甚至牺牲你的健康 还要投资一些金钱下去 但是你可以获得很丰富的回报 这回报回你让你到死都不愁事不愁串 那有没有办法我这一生 不用那么多体力 不用那么辛苦 也没有那么危险 但是我一样可以获得那么多的报酬 世间人就是想这些吗 越来越殊胜吗 那其实都是适合这些世间人的想法 慢慢慢慢引识 慢慢慢慢让你走入佛法的 但是实际上没有说 那你又要享受武艺 那来世又要幸福 那最终又能解脱 好处都给你 没有这种事啊 但是世间人对我们就说 心存侥幸 贪图方便 好高悟愿 就是这样 那这个 弥陀法门还要你对献事乐 你要厌礼 你不辞取 那么你把所有的心力 努力的念佛 然后修行功德 发福提心 然后求德 并不是要求来之乐 是要求求精乐 他最终是要得解脱 而且也不是解脱 最终是要成佛 那成佛是为了杜众生的 所以他以普提心为根本 那么累积很多很多的功能 法战比丘那么有智慧的人 而且一听一看到世事在玩佛 他就努力修行 就舍掉王位 你看法战比丘 他那个时候是国王 我们看法战比丘的意思就好 他是国王 他听到佛法之后 看到佛之后 他决定要跟佛学习 他马上舍掉王位 马上舍掉 不贪恋了 贪礼啊 他马上舍掉 然后去出家 出了家之后 不只是看到释迦佛 还看其他所有的佛 他每一尊佛都学习 那我们变成不是这样 去贪恋这个世间 然后用每一尊佛的好处 每一尊佛的功德都要 但是每一尊佛的修行都不要 哪里有这种事 现在的能力佛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很错误的 那要思法门 要思法门现在被讲到比这个 比这个阿弥陀佛更殊胜 就是阿弥陀佛还要厌离心 要舍掉现实的贪恋 要思法门又不用 那实际上真的这样子吗 老实讲也不是啊 但是总是有人提倡 他就讲好处嘛 比举哥来讲 那么喝咖啡的 就专讲喝咖啡的好处 喝咖啡有没有坏处 有啊 喝茶的就专讲喝茶的好处 他讲不讲喝茶的坏处 不讲啊 类似像这样 那么讲久的就变成 讲久的变成 喝咖啡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喝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要思法门提向到 你只讲他的方便 只讲他的书胜 你不讲他的修行 不讲他这些功德从哪里来 功德都是自修 因为佛法是 夜报的理论是 你要自己做才有 别人不可能做给你 自修自得 他修他得 多修多得 少修小得少得 就好像你吃东西一样 你吃多少东西进去 有多少营养 那是你自己决定的 你不可能 大家都吃吃回膳给你 你就有那种营养 不可能 你吃一粒苹果 就是一粒苹果的营养 如果这一苹果有毒 那么你也把毒出进去 如果他是没有毒是营养的 那你就有什么营养 你就得什么营养 两颗就有两颗的营养 三颗就有三颗的营养 你不能说我吃一颗 你帮我吃两颗 我得到三颗的营养 那是不可能的 我都不吃 我拿钱给你买 你帮我吃 那你把 你把 我拿钱给你买苹果 你吃了之后 把苹果的功德 回降给我就好了 我现在去道场 去道场 诵经啊 点消灾啊 都是这样啊 那这样合乎到你啊 不合乎到你 我现在念佛也是这样 我现在念佛 佛修起那么多功德 我念佛 那么他把他修行功德 给我就好 可以这样吗 不能这样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不合夜报的道理 那现在讲到这个 因为我们对两种禁途 其实已经误会了 误会这个禁途法门 那最早的禁途法门 这个是专门讲禁途的 其实如果要从 我们从般若经里面看 现在 般若经你会看到十方禁途 十方禁途的佛菩萨 会派他的菩萨 来到娑婆世界 现在我们受到 是受到禁途马门的这些影响 就是娑婆世界的人 就是这些菩萨 往生到阿弥陀佛禁途的 往生到耀师佛禁途的 往生到阿淑佛禁途的 就是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世界不太好 那这些菩萨都要出国留学 都要到阿弥陀佛禁途 比如说我们要到阿弥陀佛的禁途 你看到阿弥陀佛的禁途 然后在那边跟阿弥陀佛修学 那当然阿弥陀佛禁也讲 阿弥陀佛他的菩萨 也是到十方佛果 供养他方十方异佛 供养就是要修学 去那边供养那个佛 就是要跟那个佛修学 那你看到《波勒经》里面 菩萨中文国土成学众生 十方国土的菩萨 都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跟释迦佛修学 听释迦佛讲《波勒经》 那么他也是这样 所以他并不是说 就是说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庄严这个地方 你在哪里 哪里就是你的道场 你就庄严佛果成所 就成所这个地方的众生 你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诱度四色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是原来大圣的一个理念 后来慢慢慢慢就是 你在这个地方嫌弃这个地方 然后赶快到其他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有多不好都不好 那个地方有多好都好 所以赶快能够去就赶快去 一刻也不要留 但是这个地方有多好 不是这样的 这样是误会净土法门 这样是误会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其实重在 其实净土法门重在你在哪里 哪里就是你的道场 所以很简单 你看 无量寿经不是讲吗 这个我也说过 无量寿经 你如果读无量寿经 真正 真正净土法门重 要把那个净土的经典 那个佛菩萨那个阴地 他的休闲 他的愿要读清楚 他发了什么愿 他发这个愿 就是你要发这个愿 他发这个愿成就这样的殊胜 就告诉你 你也要发这个愿 才能成就这个殊胜 要是流离光 他为什么身体通透 不是流离光 他是怎么成就的 三十二项都是修来的 不是拜来 不是求来 不是用钱买来的 不是的 不是诵经念佛得来的 不是的 都是修行来的 那要是否阿尼罗佛金色身 要是否流离色身 那么他是怎么来的 他怎么修行成就的 这只是其中一项而已 那他的国土这些依报 这么殊胜 他是怎么成就的 那么你必须要知道 从他的愿里面 他一般都是发愿 难道医院修行 医院起修 修行到圓满得成就 然后才成就这样的功德 阿弥陀经也这样讲 无量寿经也这样说 主要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这样说 所以你看 无量寿经法善比修 告诉你这个地方五着恶事 其实 五恶五痛五烧 其实是告诉你不要贪着这个事件 他不是叫你嫌弃这个事件 不是 他是叫你不要贪着这个事件 那么不要造这些五恶五痛 五恶五痛才有五烧嘛 那么一直这样烧一直这样烧嘛 痛就是五痛苦嘛 果报嘛 果报是由五恶来的 一方面告诉你 这个事件不要贪恋 他没有你想象那么美好 那么一方面告诉你 不要在这个事件造作这些恶劣 因为你后来会造作这些痛苦 那么会告诉你 你要新求 怎样一个好的境界 好的殊胜 那么这些殊胜是由你的夜报显现的 你这样的夜就感召这样的果报 你有十三夜 你也不用在天上盖房子 你一升到天上 你的宫队就自然形成 是由你的十善业而来的 那无量寿经其实也是在告诉你这个道理 所以他告诉你这个缩脖世界 五恶五痛五三 告诉你极乐世界多殊胜多殊胜 但是他最后告诉你什么 你在缩脖世界修行一天一夜 胜过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你看 那极乐世界的一天相当于人间的一百年 更长 好像更长 那么你在极乐世界修行一天一夜 胜过在极乐世界修一百年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我们说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你成就的地方 你就是要庄严这个地方 你住在这个地方 你就是要打扫这个地方 因为他就影响你 你让他变庄严 你让周围的人都变庄严 你不是天天要去找一个庄严的地方 不是这样的 天天邪去这个地方 要去找一个庄严的地方 不是 你现在的姻缘在这里 你就把这个地方弄庄严 这个就是尽土的概念 那么影响我们 唯摩接近的尽土也是这种观念 心境则国土境 心境国土境中间是一个众生境 你 他就跟你这样讲 你行使善 影响旁边的人行使善 你有不思的心 那么影响那些谦堂不舍的人 你慈戒的心影响那些 杀到遗忘的人 你慈悲心的心影响那一些 称恨心的人 那么越多的人受你影响 越多的人都跟你做一样的事 那么这个地方就慢慢慢慢清静 就变尽土 当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 都跟你一样的清静的时候 那不就是尽土吗 尽土并不是国土清静 而是众生清静 国土是众生的依败 有这样的依败 有这样的众生才感召到这样的国土 地域是谁去造成的 众生自己的地域的业造成的 恶鬼 恶鬼道都没有太阳 都是农血 是谁造成的 是谁去创造那样一个城市的 业力自己造成的 净土是怎么造成的 阿弥陀佛造成的造的好 不是 也是众生的供业所感的 那阿弥陀佛有这个愿吸引这些众生 共同造作这样的一个净土 如果整个极恶世界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 有这样的功德 其他都是烦恼的人 他没有办法成为净土 所以心静 众生静 那由你自己的心静 先由你自己做起 你自己的心静影响其他你周围的众生都心静 亲静 那么他亲静就感到亲静的果报 就有亲静的东西 你都爱干净 那周遭的人也都跟你爱干净 这个地方一定干净 你善良影响其他人都跟你一样善良 那么这个地方的人都善良 那么这个就是菩萨道要做的 这个叫做心静 这个国土静 其实就算药师佛的建筑 阿弥陀佛的净土也不离开这个方向 这个是我们学习净土法门的人 一定要知道的 因为现在多数 所谓净土法门就是 这个地方有多不好 有多不好 这个地方没办法修行 我一心一念就是要赶快 可以让我赶快去其他地方 就去其他地方 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就好了 我就现世乐 来世乐 解脱乐 成佛乐 就这样 这个就是妄想 这个其实是一种妄想 它不是这样子的 佛再怎么不可思议 再怎么神通广大 也没有办法违反业力 违反因果 他一样是不灭因果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说阿弥陀佛愿力比较大 可以不照常规 一般要自业自受 阿弥陀佛不用 可以做给你 阿弥陀佛你造很多恶业 但是阿弥陀佛可以为你打造一个 打造一个天堂的世界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你造很多业力 透过你的虔诚祈求 阿弥陀佛可以帮你消除 那也是不可能的 你不用太修行 你只要好好练佛 你就具足所有的功德 那也是不可能的 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观念改过来 你才真的会修行 你才不会心存侥幸 贪图方便 好高勿愿 那就是修行由佛去修 那我的修行就是我念佛 那么佛就把他的修行功德给我 若都是这么说 这个说是错的 那不可能有这种事 违反年期 违反业报 再怎么佛法再怎么殊胜 不可以违反年期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你这边没有 那边就会有 你这边有 那边才有 你这边有做这样的善业 那边才有那样的善报 你这边没有这样的烦恼 那边才没有那样的痛苦 这个是有佛无佛 都不能改变的道理 你说阿弥陀佛厌力道 要是佛出生 他可以改变 你没有修的 要是佛可以给你 你没有修十三业 要是佛可以给你十三业的果报 你不修十三业 要是佛可以给你现世的幸福 那是不可能的 佛菩萨再怎么神通广大 也不能改变业力的原则 没有办法 如果可以改变 释迦佛第一个会让提伯达都不多二道 会让阿纳在他虐反之前就正阿罗汉 他可以给他 加持他 放光加持他 他加持不了 他可以找阿弥陀佛一起来加持 他服侍了他二十五年 他为什么不加持他 那是可以吗 不可以 还是要阿弥陀佛自己修 你看 阿弥陀佛要去参加结局 还没震阿罗汉 阿加瑟不给他进去 里面已经有四百多个 将近五百个阿罗汉 为什么这五百个阿罗汉 不会来加持阿纳 那他赶快正阿罗汉 一起来参加结局 只告诉他 你如果没有正德阿罗汉 你不能参加结局 就算你多稳定一点一样 他还是要自己去那边修 修到成就才去参加 那么多阿罗汉不能加持他吗 佛要内法之前不会先加持他吗 佛法 自己修才能成就 所以佛要内法之前 自一子 法一子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再怎么神通广大 愿力强大的佛 也不能违反这个道理 再怎么殊胜的法 也不能昧于这个道理 就是违背这样的道理 没有办法 所以你一定要先清楚因果 缘起 业力 所以这一种的道理是什么 所以四种证件 要先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有这样的业 才有这样的报 这样的业 就会造成这样的果报 没有这样的业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果报 这个你要先清楚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就变成 我没有造这样的业 但是我希望得到这样的果报 我有这样的业 但是我希望免于这样的果报 靠什么 靠佛 靠佛力 这个观念是错的 你只有把这个观念打破 你才能够老实修行 真的 要不然你天天都在心存侥幸 总觉得不用我做 不用我修 我好好 我好好更定 一位神通广大的 一位愿力强大的 那么我从他那边得利益就好 不可能 那这个一定要先清楚 好 我们等下看 那现在讲到现世乐 这个是后来 后来 后来 净土法门强调的 人家原来不是这样的 原来是现世乐是由什么来的 由你现世的悲心慈善来 哪一世乐也是由你现世手造的业 跟你的愿蓝 你看 你看这个药师法门 他现身如果要健康长寿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说的乐不离开 不离开五界的范围 我们现在说的现世乐 不离开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然后富贵 富贵 富佑贵 因为有权利又有钱 就是生活不予溃乏 然后你周遭的朋友 眷属都和乐 眷属和乐嘛 不离开这几个 然后聪明嘛 聪明盈利嘛 你做事业 你有眷属啊 你的员工 你的同事 你的客户都是你的眷属 你在你家里面 你的父母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亲戚朋友 是 然后不离开眷属和乐 跟什么 身体健康 跟什么 生活不愉快法 就是富贵 然后 还有就是你个人的特质 你有一定的能力 聪明 那么比如说 口才很好 找得很好看 怎么做一些 那么这些其实从哪里来 第一个 从五戒 五戒单单只是最低程度而有 还有时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来讲 那么这个就是现世乐跟来世乐 这个就是现世乐跟来世乐 如果解脱了 那就不只是这样 不只是五戒时善 还有定根会 那你要怎么具备这些 你要有那个因才有那个果 假设这些是果 热是果 热 苦跟热都是果报 苦跟热都是果报 不管是现世的苦跟现世的热 来世的苦跟来世的热都是一种果报 这种果报一定从因来 因缘果报一定从因缘来 那这种因缘 这种因缘一定是你自己做来的 绝对不是别人给你的 那你可以改变 你可以改变它 就好像你身体不健康 那么你可以改变它 透过运动 透过饮食 透过练什么 那么你可以改变它 一样 你现在过得不好 你可以让它变好 你现在过得好 你可以让它更好 或让它保持这样的好 那么必须你持续的给它因缘 那它告诉你 比如说钥匙法门 现在讲到钥匙法门 它告诉你 你要怎么做 你才有这样的好 做到最好 那钥匙法门 现在讲 我们来说 经上说 就是钥匙间 钥匙流离光 佛 钥匙流离光 王佛 不太一样 在因缘中 你看 它讲这个法门 一定要讲这尊佛或这尊菩萨 它是怎么修行的 它的殊胜在哪里 它跟其他菩萨 佛菩萨的不同在哪里 行愿有别吗 行跟愿 行跟愿 就讲这个 它通常会告诉你 它的殊胜在哪里 它有多殊胜 它的殊胜 它的功德 功德在哪里 殊胜在哪里 它具有什么样的功德 它有什么样的殊胜 引起你的什么向往 我想跟他一样 我想跟他一样 你就要跟他学 那他就会告诉你 那他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药师佛怎么会有那么出胜 他就会跟你讲 他是因定 就想因定 你看 药师经也这样 这个 无量寿经也这样 他是开始发什么心 他怎么修行 修到什么程度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才有这样的世界 才有这样的庄严 才有这样的殊胜 这个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怎么念佛 我们上次有讲嘛 念佛 释迦佛 念佛生死 神出生的时候 念佛 成道死 佛为什么出现这个世界 他跟世间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他的书证在哪里 他是怎么修行成就的 成道 他具足什么成就 他成道之后做些什么 他为什么要成佛 成了佛他怎么做 他现在不在了 他留下了什么给我们 他说了些什么 就算他不在了 那我们依他这个法能不能修 他在了 我们是不是不用修他就可以成就 也不是 他在跟不在都要依法修行 才可以成就 所以他告诉你这个道理 那佛要入列盘是这样讲 那佛告诉你现在他方有佛 你想去他那里 你首先要知道 你为什么要去他那里 他那里有多殊胜多殊胜 所以谁会跟你讲 这个世界有多殊胜有多殊胜 这尊佛 有多殊胜有多殊胜 都是这样 先让你心向往前 我想去他那里 跟他学习 跟他一样 跟他学习就是要跟他一样 你去跟一个音乐老师学 你就是想跟他一样 你想学音乐 你喜欢学这个吗 学得跟他一样好 那当然你还可以比他好 但是从修行来讲 你不可能比佛好 你只能跟佛一样好 他圆满无上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一定讲阴地 阴地一定是 佛是 如果佛是果地了 佛是果了 他是已经成果 他的世界就是 佛是正报 他的净土就是一报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果报 就有这样 果报所形成的世界 有这样的眷属 你看 你行持善业 升到天上做道立天王 假设 很大的善业才能做道立天王 但是也不难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有十亿个道立天王 有蛮多的 有十亿个道立天王 那你善事做大一点 其实你也有可能做道立天主 那道立天主底下 他的眷属有三十三千 都是实善成就的 都是实善成就的 每一个人都是善心的 每一个人都是乐善好事的 这样啊 那佛呢 我旁边的眷属 一样的道理 那么这个是果地 那么果地一定从因地来 持有顾比喻嘛 那因地一定包含 因缘果嘛 那么它一定是包含发愿 修行正果这件事 叫做总熟托嘛 总 熟 托 托就是成就了 比如说这边是成佛来讲 他要成熟 他就是要修行 那么总就是发心 所以一般都要先发心 发愿 发愿 然后发愿之后就意愿起修 那修行要修多久不一定 看你发什么愿 就意愿起修 如果你是要升天 那么可能就不用那么久 意愿起修 依这个愿 叫意愿起修 无量寿经也是这样 修行圆满成就 那你如果要升天 假设所以五乘够乏嘛 你如果要升天 那你就先升神十善 五戒十善 这一辈子晚了 你就可以升天 如果你要成佛 那不可能一辈子就成佛 不可能 不可能 然后从总熟托 就算要解脱 都不可能一辈子 那他就要很多解 很多解 所以他基本上 这个就是发心之后 他一定有因地 然后一定有修行 所以他会告诉你 法善比丘 那么因地发了什么月 四十八月 那么四十八月发后 他经过无量节修行 无量节哦 所以一样 那么 这个就是 你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 因缘果 所以重点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你一定要清楚 这个菩萨 不管是关于菩萨 行愿 其实就是菩萨心跟行 心相应 行相应 这是他的愿力 那么他有这样的愿 你有这样的愿 他一愿起修 你也一样起修 那么由这样的修行 得到这样的果报 比如说你要长寿 那么长寿是怎么来的 第一个 护身 不杀身 然后最低程度是不杀身 不杀身 而且不杀身才怎么样 慈心 救护众生 那么你就容易得长寿果报 慈心救护众生 那么要施否就比较倾向你这种 救护众生的 他有病 如果他要死了 你救他的病 他有病 你让他免于病苦 因病而亡 類似像这个 那么你让别人活长一点 你的果报就惨一点 那他穷 你让他可以过日子 你就容易过日子 那你让他不好过日子 你自己也变得贫穷 偷盗嘛 就贫穷卑贱嘛 你就自己不好过日子 那这个就是果报 因缘是这样子的嘛 所以你看 他一定是有因地 要施佛就讲十二大院 阿弥陀佛我就讲四十八大院 那你呢 你没有 你只有愿往生的而已 然后往生的就跟阿弥陀佛一样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一定要在这一个世间 比如说很简单 我们说 其实你要有那个往生的庄严净土 你必须要此生 先庄严这个国土 你在这边庄严这里的国土 你自然而然你到那里就有那边的庄严国土 就好像你在这里帮助那些穷人 帮助那些生病的人 你下一辈子你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有贫穷的这种果报 就算穷了也有人会来帮助你 这就是果报 那你不会有短命多病 就算有病了 你会很容易遇到好的医生帮你治好 因为你以前是这样帮人的 你以前是这样的 你虽然不是医生 但是你会给人家药 你帮人家去看药 让人家免于病苦 你会有两种果报 一个就是你不会有病苦 这个是比较殊胜的 一个就是你有病苦的时候 你很容易获得医治 他就是这样啊 你在这边安护其他的人都过得很好 你在天上的宫殿自然形成 你在天上的设身自然庄严 一样的道理 那所以你像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他四十八院第一条 我的国土没有三二道 为什么 那国土的人不照三二道的业 国土的人不照三二道的业 国土的人不照三二道的业 是什么 你在这个国土里面 如果有人要照三二道 你劝他不要照 如果有人因为钱财 或因为什么要照三二道的业 你帮助他 让他不用去照三二道的业 那么你的国土 比如说你的家人好了 你的家人是你的国土 你的家是你的国土 你的公司是你的国土 好 那么你家人里面 假设有人要去抢银行 因为他是你的家人 你不要让他去进监狱 他是他没有病 没有钱看病 所以他要去抢银行 或是抢人家抢钱 你帮助他 让他不用去抢银行 也可以看到病 那么他就不会照三二道的业 他不会照三二道的业 那么不会照三二道的业 你这家里面就没有 因为有你照 你家里的人不会照三二道的业 从这个地方来讲 你的国土没有三二道 没有啊 那是由谁造成的 是他可能会照 但是因为你的原因 他不再照三道的业 唯摩解经也是这样讲 众生之类是菩萨国土 那么这个人非常的健康 他未来会贫穷卑贱 但是你慢慢影响他 射受他 让他能省 那么他未来就不会有牵贪的果报 他这个人沉沉心想 喜欢杀生 未来会有短病多病的果报 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那么你影响他 让他生慈悲心 那么而且这个救护众生的心 他未来就不会有平潜病症的果报 那因为你影响他 你是跟他亲近的人 他未来就是你的眷属 他未来会是你的眷属 你成果的时候 他就是你国土的众生 你没有成果的时候 他就是你的亲朋好友 左右邻居 公司同事 真的就是这样子 那你常常这样说 常常这样说 你都是把不好的人变好 让好的人变更好 我问你 你成果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你的菩萨 都是你的眷属 他是不是就是净土 是净土 你像是净土啊 那么你未来成果的 这些净土是由你现在 还没成果的时候 行菩萨道所成的 所以有菩萨的这个因 才有成果这个果嘛 这个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那我们都没有 都没有想要行菩萨道 没有想要修出功德 然后就觉得我念佛去那边 然后在阿弥陀佛那边 不久就成佛了 没有行菩萨道的因 不能得成佛的果 这是佛法讲的啊 可是我们现在都确实 都是这样的观念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你想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 48月 法善比丘发这个愿 在我的国土里面 没有散热道 从我的国土离开 不会有散热道 这是第一条愿 这是第二条愿嘛 第三条 第四条 就是金色针啊 这些震报的东西嘛 都是从修行的 你也可以发这个愿啊 法善比丘发48月 我的国土里面 来我国土的人 不会多散热道 我的国土没有散热道 好 那你要先从你的家庭做起 你的家庭 你在家的时候 你的家就是你的国土 你在公司的时候 你的公司就是你的国土 你怎么影响他们 那么这些人喜欢杀生 那么你怎么影响他们 告诉他们杀生的火爆 那告诉他们 怎么样让他们不杀生 他们喜欢骗人 你怎么样影响他们 让他们不骗人 那么你怎么影响别人 你未来你就怎么得成就 那么这些受你影响的人 变好的人 变得不那么坏的人 未来就是你的救赐 那么你的旁边的人 都是这一些 由坏变好的人 由好变更好的人 你的国土就是这个 所以你要发这个愿 阿弥陀佛那么殊称 发什么愿 你要向他学习 你就要跟他发一样的愿 做他跟一样做的事 你说那我都还没成佛 你之所以成佛 是因为你还没成佛的时候 行菩萨套这样做起来的 你以为法善比丘发了48愿 就等着在那边成佛 你都没看他无量节修行 难行能行 难舍能舍 那你也是这样修 你才能成佛 你绝对不是往生到极乐世界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那就成佛了 没有不可能有这种事 那么还是要透过修行 透过不断的利益众生 庄园国土成熟众生 庄园国土成熟众生 你还没有自己的国土 但现在你在哪里 哪里就是你的国土 你在你家 你家就是你的国土 你怎么影响你的父母亲 怎么影响你的兄弟姐妹 怎么影响你的周遭邻居 你在同公司 公司就是你的国土 你怎么样把这一些不信佛的人 让他了解 就算他不信佛 他也不回望佛 他信了佛之后 他怎么样真正的理解佛 然后跟佛学习 没有菩提心的 让他发菩提心 那么你要怎么影响这些 那么首先是 你要怎么被佛影响 你要怎么理解 慢慢慢慢 这样 其实你就是在行菩萨大陌 你就是在做光庄 你才真可能成佛 你也可以发现 我的国土没有散热到 我的家里面没有散热到 不让我 不是说你家里面没有老鼠 这些 不是 而是让这些成为 已经是你的眷属的 你的父母 生日姐妹 不会剁散热到 那么就算我不在他们身边 他们以后我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剁散热到 第二条 从极乐世界离开之后 不会都散热到 为什么 你已经深深的影响他们 这个就是啊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 法上你就做的事啊 你现在就要做这些事 跟阿弥陀佛学习 这个才是真正的念佛 这是很重要的 但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 要是否也是这样 十二大愿 你都不看他的十二大愿 他到底发了什么愿 他发的愿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因为你要跟他学嘛 所以他发的愿一定跟你有关系嘛 你如果不跟他学 那他发的愿就跟你没关系 就好像你要跟他一样有钱 那么你一定要知道 他都是怎么赚钱的 你要跟他一样有智慧 你一定要知道他都是读什么书 他都是怎么想的 这一定要知道 他怎么这么有智慧 你要知道他平常都看些什么书 都怎么样去理解事情 他怎么这么有钱 他怎么这么受人尊敬 那你一定要知道 他平常都做些什么事 你要跟着做 他怎么那么健康 那你要知道他平常都吃些什么 做什么运动 那这个才是 这个才是你可以从佛那边学习到的 那你要知道这尊佛 那么殊胜 他都是发什么运 他都是修什么行 你跟着学 所以十二大运 药师经的重点在十二大运 那我们现在搞错重点了 我们拜药师参修药师法门 都是着重在哪里 一百零八盏的灯 要点一百零八盏的灯 然后那个比较讲究一点的 要放七尊佛 那个佛的前面有七重的灯 然后要念一百零八奏 一百零八变的药师参修 然后要放生 但他一讲一百零八六参修 但没有那么多 就是要放生 现在修药师法门的 现在修药师法门的 都着重在那一些仪式上 仪轨上 然后放生 但是放生它也是一个原因 放生 然后念药师参修 念药师经 点灯 然后绑五色线 都着重在这里 不是 真正修药师法门的 着重在药师十二大院 看那些贫苦 穷苦的人 你不用点灯 没关系 你不用送药师做 没关系 你不用绑五色线 没关系 你也不用请七尊的药师 留余光如来 不用 你只要记住十二大院 药师否看见穷苦的人 解决他的穷苦 看见有病的人 想办法解决他的病苦 看见那个孤苦无疑的人 想办法解决他的痛苦 这个才是阴 不是你去那边绑五色线 然后五种颜色 点那个灯 灯要多大 要几盏 念那个咒要念几遍 念那个经要念几遍 都不是这些 真正的重点在于你的慈悲心 实际上去利益到众生 真正的重点在这里 他才是 他叫做常受 消灾严受 我们通常都是消灾严受药师否 灾难怎么消 怎么消灾 你不照做恶严自然就没有灾 受怎么严 没有承认心 没有伤害众生的事实 那已经做了怎么办 弥补 不断的利益众生 让众生免于病苦 免于贫穷 免于饥荒 免于生命受到威胁 那么你自然而然就得这个果报 不杀生 而且护生 持心护生 自然就健康享受 不偷盗 而且能够救济贫穷 你自然就富贵尊荣 不血淫 而且能够端正风气 引导世间往好的地方 你自然就眷属和乐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齐 你自然就承认朋友 朋友这一些那么自然就富持你 你讲出来的话有力量 你做生意 你的老板信任你 你的客户信任你 你的同事信任你 你的下属信任你 为什么 从你承认信任你 那么这些人都信任你 你自然事业容易成功 事业容易有成就 家庭又和乐 事业又有成就 朋友又都是知心朋友 帮助你的 是你的善知识 那你自己又健康 又活得久 那么生活又不愉快法 这个不是佛给你的 不是你送金送来的 不是你念佛念来的 不是你点灯点来的 不是你牌会寫来的 都是你修行修来的 修布施 持肩忍入 修不杀生不偷大 他不愉快不忘了 从这里修来的 你今天拜药师餐 放生放很多 我为了庆祝你 修行成功 去餐厅 吃海蝉 有意义吗 没有 一天休闲 其他很多天都在造沙月 吃餐厅的树 吃了 吃了好几年的这些众生 都是在杀生 贪图口腹之欲 你花大笔的钱 去试院点灯 希望穷福吧 却对你旁边那些 没有病医生 没有病医的 穷苦 穷苦无医的人 视而不见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能够从要是否那边 得到感应吗 不能 不能 你花大笔的钱 去试院 去点灯 去写牌位 只是为了 让他收回来相同的福报 道不如 道不如 你去帮助你看得到的 听得到的 这一些穷苦病苦的人 那么去改变那些邪贱的人 去改变那些千堂的人 去改变那一些伤害众生的人 那么这个才是佛菩萨要你做的 他不是要你在他的面前点灯 不是要你在他的面前称呼他的名号 讲他的书证 不是要你在他的面前 把他的名字念过几千遍几万遍 不是要你在他的面前 摆上很多的供养的食品 点很好的香 他不是要你做这些 他不需要这些 他需要的就是你照他所说的去修行 如说修行 行菩萨道 利益这一些穷苦的众生 痛苦的众生 即使是地藏经也是这么说 遇见地义 他发的愿是地义不空 是不成果 他是这样 就是他要救度地义的人 救度地义的人 现在就变成死了就对到菩萨超度 不是这样子 地藏菩萨不是去地义救人 地藏菩萨没有办法去地义救人 地藏菩萨如果有办法去地义救人 我告诉你 要施佛也可以 释迦牟尼佛也可以 舍利佛 目见人都可以 目见人神通第一 他也没有办法把地义的人救出来 没办法 所谓地义不空是不成果 不是去地义把地义的人救出来 是让还没堕地义的人不堕地义 你如果是地义的人 行满他就会出来 他越报受尽 他就一定会出来 但是地义的人出来 然后有人不断地入地义 地义永远的不空 地义有出来的人 没有进去的人 地义就会空 那么地藏菩萨做的 不是去地义救人 我们都误会了 地藏菩萨做的是让人不堕地义 怎麽要让人不堕地义 跟阿弥陀佛我发的愿一样 我的国土没有三二道 我的国土就是我周遭我看得到的 我守在的地方 遇见杀真者 守短命多病报 遇见邪淫者 守冤阳割却报 一样告诉他们 你不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 会来会什么 让他们听得进去 让他们听得明白 听了之后相信你 他凭什么相信你 因为你平常的行为 你平常说的话 让人家觉得可以相信 所以要从你自己本身做起来 让人家愿意相信你 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让人家尊敬你 所以《维谋节经》里面讲 他在居室中尊 他在婆罗门中尊 你知道那个地方 你就是一个标杆 你就是一个模范 人家就算不完全信你 但是人家尊敬你 慢慢人家会信你 这个时候就是你影响他的时候 那你这些人力从哪里来的 你自己修行得来的 那开始你影响周遭的人 他在杀身 你跟他讲 他不好意思杀身 至少他在你面前 不好意思杀身 然后他可以信受你 那么你慢慢跟他引导 久而久而他不杀身 不但不杀身 而且怎么样 护身 佛童也是这样影响人的 也是这样影响人 那么很多佛弟子 也都是这样影响人的 佛屠城 影响始虎始乐 释迦摩尼佛 影响央觉摩罗 影响品博收罗 那么以前的这些大德 影响阿异王 阿异王原来也很残暴 都是这样影响人 那我们也是要这样 那么你怎么可以影响人呢 因为你有功德 你的功德从哪里来 从你这样的修行来 从你的智慧来 从你的慈戒来 从你的布施来 从你的忍辱来 都从这些来的 渐渐人家就信任你 人家敬仰你 人家尊敬你 听你的话 慢慢慢慢 你就影响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你看地上法门 他不是去地狱把人救出来 不是的 他下地狱 这是他的业报 要业报受尽才会出来 业报没受尽 你能力再大 你也不能把他带出来 你最大的能力就是去那边 跟他讲 那么让他忏悔 让他改过 那么让他这个心变化 那他不再积那个业 你会渐渐渐渐忏悔 他就可以比较早出来 如果没有 你力再大也不可能 我们被误导了 就是觉得地藏菩萨 威德力大 到了地狱 那个喜仗一敲 地狱的众生就出来了 没有那么厉害 那你这样你就不用怕下地狱 为什么 地藏菩萨好念就好了 就算下了地狱 地藏菩萨会救你 怕什么 不是这样子 地藏菩萨不去地狱救了 地藏菩萨 地狱要给他空的概念是 不让人下地狱 这个跟阿弥陀经法善比丘 我的国土没有三二道 是一样的 不让人造三二道 所以你看无聊寿经 他就这么讲 他告诉你 如果武通武杀 就是告诉你 不要去造这样的业 造这样的业 会有这样的果报 这个地藏经里面讲 遇见杀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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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短命多病报 他跟你讲那些地狱 是告诉你 这个都是果报来的 这个地狱的情形 都是你以前造业的新结成 所以你了解这些 你就知道 什么叫地藏法门 什么叫观音法门 什么叫净土法门 什么叫药师法门 如果你不了解 你就会误会 净土法门 就是念佛求往生 药师法门 就是念药师佛 献是乐来是乐 观音法门 就是念大悲众 念普门品 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一有困难的时候 他就来救你 地藏法门 就是念地藏经 念灭定月真言 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你观音不小心 墨落地 不用怕 地藏菩萨会救你出来 不是你误会了 这个不是法门的意思 法门的意思就是 他依这个法 得这个成就 他告诉你 他现在的成就 就是怎么修来的 他是怎么发心的 怎么修行的 你不要只看他的成就 你要看他怎么发心 怎么修行 跟着他发心 跟着他修行 所以 修观音法门的人 修观音法门的人 一定要先知道 观音菩萨的重点在大悲 大悲的意思就是 或是看见痛苦的人 看见哪里需要帮忙 痛苦的人 或是他 他受到压迫的人 他需要帮忙 哪里需要帮忙 你就去哪里 谁需要帮忙 你就帮忙谁 看见了 听见了 有谁正在受痛苦 你不考虑你自己 你只考虑怎么样帮他解决痛苦 这个叫牵住其求牵住也 哪里有痛苦 你就去哪里 谁需要你 你就在他身边 这个是观音法门 而不是天天念大悲咒 念了几万遍 天天念普门品 天天念观音菩萨名号 不是 你天天都跟观音菩萨一样发心 天天跟观音菩萨做一样的事 你就是修观音法门的人 你就是观音菩萨的分身 地上法门也是这样 哪里的人没有人 已经被放弃了 哪里的人最可恶 哪里的人最刚强 哪里的人最刚强 哪里的人谁的话都不听 你就去影响这些人 你就去影响这些人 让他听你的话 让他改变他自己 你就是地上法门 你就是地上的分身 哪些人最刚强 哪些人最顽固 你不放弃他 你就去改变那些人 你就是修地上法门 哪一些人恶贯满灵 哪一些人烦恼很重 造业很多 你去改变这些人 这个就是地上法门 你了解了 你就知道怎么修行 你去看地上菩萨 从哪里开始修的 他讲波罗门 讲他过去生 做波罗门 做月定律 他的母亲堕入地狱 堕入二轨道 他看见他的母亲 堕入地狱 堕入二轨道 他要救他的母亲出来 可是地狱不是只有他母亲 还有很多的人 所以他发菩提心 就是要把所有在地 他不是只要救他母亲 他如果今天只要救他母亲 他就不是地上菩萨 只救他母亲 他要救一切在地狱的人 这个就是菩提心 母亲是跟我们因缘最深的 地狱是最苦的 对你最有恩情的人 跟你因缘最深的人 你最护念的人 现在受最大的苦 你要用最大的力量 最快的速度把它救出来 这个就是菩提心 这个就是大悲心 你要先发这个心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你就算救也是想救跟你有关的人 对你有利益的人 就是这样 那些跟你没关的 曾经伤害你的 你管他去死 告诉你 你不是修地上法门的人 不合乎地上菩萨的心情 地上菩萨是这样的吗 只救他母亲嘛 没有 他的力量从哪里来 就是从他的无私来 你越有私心 你就越没力量 你越没有私心 你就越有力量 从哪里来 从慈悲来 从哪里来 从你的智慧来 武根武力 信心念定位 但是你的慈悲 你的智慧 是你力量的根源 当你无私的时候 那么你的慈悲 你的智慧 当你了解佛 之所以成佛的时候 当你了解这个菩萨 之所以这么伟大的时候 你向他们学习 这个时候 你无私的心 无我的心 不断地增长智慧 增长慈悲 这个时候 你的慈悲 你的智慧 就远远不断地 远远不断地出来 你的菩萨道是这样成就的 这个非常重要 这里讲成佛之道 已经讲到大圣不共法了 大圣不共法 重的就是菩提心 重的就是菩萨行 菩萨心 菩萨行 是其中的根本 所以菩提心 它包含着两大因素 这个是菩萨的学佛三要 你学佛有三个关键 菩提心是目标 要成果 成就无上不停 这个叫菩提心 一切之之相有 那么它一定包含两种圓满 慈悲跟智慧圓满 慈悲 慈悲一定来自于利益众生 立行 所以 这一部分就是大悲心 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 大悲心 所谓的大 就是无事无我 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不是跟我有关系的 我才利益 不是帮助过我的 我才利益 不是没有伤害过我的 我才利益 不是一切的众生 你都要利益它 这个叫做大悲 那么大悲一定来自于无事无我 所以 它一定来自于信空会 无所得心 你不执着 不执取 来自于无事无我的心 所以 信空会 无所得心 那么大悲心 菩提心 这是学佛三样 你不是要学佛吗 你不是在学佛吗 你要朝这个地方 朝成佛的目标前进 成佛的目标 一定 你要增长的就是利他的大悲 跟智力的 智力的无事无我 智慧 智慧圆满 慈悲圆满 你才能成佛 那么 慈悲圆满 一定在利他 不断的利益众生 庄眼国土 撑着众生 那么 智慧圆满 一定是不执取这个世间 而且能够教导这个世间 不会因为众生起烦恼 还能够让众生不起烦恼 这个就是你的智慧 那么 一般僧文的智慧 可能就是自己不起烦恼而已 他可能没有办法让众生不起烦恼 菩萨的智慧 自己不起烦恼 还能够帮助众生不起烦恼 那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圣不共法里面 菩萨要做的 那么 告诉你 你可以向谁学习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如数菩萨 弥勒菩萨 你看他们代表大慈 大悲 大怨 大恨 几乎都是这些 你要从哪一个门路都没关系 但是你要照他们这样修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你不懂得知道为什么这样伟大 修行绝对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年两年 不是一世两世 不是一节两节 绝对不是这样 他都是长期不断的努力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他不退 他就是这样做 这个就是奴家讲的 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那么我觉得这样做 应该要这样做 就算 就算 我会受到损害 我也要这样做 他没有威胁利用 没有 那么困苦威胁不了我 富贵利用不了我 我就是要这样做 我要确定这个目标 我要往这边去 所以要先发炼 要先有一个菩萨 有一个佛给你做模范 人家是怎么发炼的 人家是怎么修的 那你要依着他这样 叫做学 学习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学活的人 都欠缺这样的观念 那么全部都是找一尊最灵感的 跟自己相应的 那么我念他 念他的经 念他的名 念他的奏 那么他就加持我 他就互念我 那么我就得利益 不是 不是佛菩萨跟你相应 是你的心 你的行为 要去跟佛菩萨相应 你看你要学些啥 你要跟谁学 你不是找一个最灵感的佛菩萨 没有 你是找一个你比较跟他相应 比较容易学的 你喜欢做这些一样的 那么你比较能够 你比较能够学的 你跟他学 你要从慈心路 要从悲心路都可以 你要从信心路 要从智慧路都可以 那么你就努力这样去做 如果你的心 跟你的行为 跟菩萨一样 你不用求菩萨 你就会看见菩萨 如果你的心 跟你的行为 跟菩萨不一样 你怎么办 你怎么求 你也看不到 就算看到的 也不是真的 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 但是 当你跟他一样的心 一样的行的时候 你不用找他 他就会来找 如果你的心 你的行为 跟他不一样 你怎么找他 你找不到他 所以你只要努力 确定他怎么教的 你怎么做就好 真的 好 我们等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因地发十二大院 墓地在 你看 他为什么要发这些院 他要改变什么 改变那个世间 改变世间这些众生 让他们离苦得乐 那么墓地在开发之事 这个是第九院 就另得证件 那么一切邪见的人 让他们都得证件 就好像对佛法有误解的人 想办法跟他解释清楚 让他对佛法有正确的进解 这个是要师父的第九页 那我们有没有 那如果你要修要师法的 如果有的人 邪知邪见 你能够影响他 你要影响他 不能影响他 你要知道 我的力量不够 我要骂 我要 第一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第二个 我说了他也不信 所以我影响不了他 那你 你不会说 那这样我就没办法影响他 我去影响我可以影响的人 不是 你要影响 你可以影响的人 那你不能影响的人 就是你的能力不足 你要增长这种能力 比如说 这个人 我跟他讲他会信 这个人 我跟他讲他不会信 他不信你有几种原因 第一个你跟他没有因缘 有因缘没有善缘 没有缘 佛也度不了他 没有缘佛都度不了他 何况是你 所以 第一个你讲的话不可信 第一个你跟他没有善缘 没有善缘 第二个你讲的话没有力量 你自己都讲不清楚 第三个你讲的话不可信 没有逻辑 那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讲清楚 你自己对法都不清楚 你怎么要让他清楚 那你的这个口验 或是你的这个讲出来的东西 不合乎逻辑 他怎么相信 那么没有道理 那么你不能解 你不能够解释他的疑问 好 那这样怎么办 努力让我们自己理解 理解佛法 讲得出来 讲得明白 讲得他明白 那么 那你跟他没有人怎么办 另一摊 释射 布施爱与必行偷释 射受他 在他困难的时候 先不要跟他讲道理 在他困难的时候先帮忙他 在他需要的时候 另一摊 久了久了他就跟你有善缘 他就信 这个时候 就是你讲的话 他就算他没有道理 他也不会反驳你 慢慢你讲的话 他会信 就开始慢慢慢慢你射受他 这个时候没有缘 就变成有缘 不信就变成信 他邪见 你就把他导成证件 就是 菩萨是要这样做的 要施佛十二大愿 第九大愿 有邪见的众生 要让他变成证件 你有没有发现的愿 你没有 你说你要施法 没有 你根本连要施佛 什么叫做要施法 什么叫做要施法 你都不知道 你以为去放声 去点灯 用那个续命明反 用翻 然后点那个灯 绑那个五色线 念那个咒 就叫要施法 不是 这些都是执梦其次 可有可无 他只是增长你的信心而已 让你很费功夫 去把这些东西做好 你越费功夫的 你做起来就越什么 越专心 你费了很大功夫 才布置这个台产的 那么你就会专心做 水水便便你就有的 你就不会 就好像这件衣服是很名贵的 花很多钱买的 花很多时间缝制的 你就很小心不弄张他 那这个衣服 一件五十块的 随便都有的买的 人家送给你的 你就不会那么珍惜 他给你那么费功夫 就是要让你珍惜这一次的因缘 好好专心 好好理解这个道理 一心 让他让你一心 专心 虔诚 所以弄了那么多 我们讲花样 给你布置那么多的东西 其实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在十二大院 重点在十二大院 然后他怎么修行 他讲的 他也有讲 他讲的不多 那十二大院就是意愿起修 十二大院就是意愿起修 所以开发知识 让没有知识的人 就是没有证件的人 有证件 促进试验 这个是第二大院 我们有空再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那么救治身体残废 这个是第六大院 它其实重点在 因为他写药师 其实就是 这个药不是治病的药 是治一切身心疾病的药 邪见也是病 邪见也是病 烦恼病 所以这个药 我们会误会 好像只是身体健康 常常说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这个药 是治一切烦恼病 业障病 那么药 邪见也是病 撑心也是病 贪心也是病 那么所以就 那么当然身体残废 这个是果报 它从哪里来 还是从它的恶业来 那么但是你要救治这些人 它是由过去的烦恼形成的 有过去的业力形成的 你现在帮助它 射受它 你慢慢慢慢就可以影响它 其实是这样子 就治身体的残废 平平如一的 那么这个是比较主要的 也是我们比较可以做的 那 大家获得丰富的医子康乐 这个是第三院 第十院跟第十二大院 都在这里 不信邪外 就是它不会 就专门相信那些邪见的外道 就是它会有证件 不犯法受刑 那不犯法受刑 这个是第五 第五院跟第十院 不去做监犯科 不去犯法造作恶业 那因为造作恶业 就受到刑法果报 那么第八院 是男女平等 就是说你厌恶女生 要得男生 那么有些厌恶男生的人 你要得女生 那也可以 就是因为 为什么都会有比较有这种原因 比如说极乐世界 那么也是一样 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大张无相 其实极乐世界没有男女相 其实到社界天就没有男女相 玉界天还有 社界天就没有男女相 那男女相 有些比较低等众生也没有男女相 也不一定有 那么 那么有些净土也没有男女相 那要施法门 要施净土还有 但是如果你厌恶女生 就是你不要受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印度 在其他的国家也都是这样 只有少数国家 基本上都是男生受限制者比较少 女生受限制者比较多 女生比较苦 通常是这样 那么也比较没有受支持 所以它会比较 即使在印度现在 还比较是这样 那么如果在阿拉伯 回教国家 那女性就更人 就更不平等 那么这一些基本上 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差别 那么如果你想得男生 那么你修要什么 你就可以 其实就是 如母所念 遂如所愿 就是说 你通过你的修成就是功德 如母所念 遂如所愿 以你的愿 成就你的愿 以你的念 成就你的愿 所以你希望这样 就满足你这样 所以就是满足你 所以就是满足你 你想要转男生 你就有够得大丈母神 得男神 類似这样 这个是就之前 在印度的情形这样说的 那如果你是在 女权比较重的国家 那男的反而比较苦 就不一定 所以他这里讲 有一个男女平等的愿 那么一切众生成果的愿 像这个就是普及性 那一切众生都成果 总共有十二大愿 那导师是把它归纳 成这基点 那么以这样的愿行 愿一定要有邪 那其实像阿弥陀经里面讲 性变邪 那么这个愿就变成 只是发言而往生 那么邪就变成 只是念佛 那既成的无量寿经 这个愿 其实还是 就是 那么 希望 我所在的地方 都是帮助众生 成佛的地方 我所有的行为 都是帮助众生 成佛的修行 就是都是庄宁过度成熟众生 那么这个愿 依愿起修 修就是学 依这个愿 那么修这个学 那么比如说我要做音乐家 那么音乐家必须要具备什么 有些愿有 那你就要去了解这些 你会看 你要看得懂骨献佛 你要钢琴家 你就要不会同钢琴 要懂得钢琴的原因 一样的道理 那 你要成佛 让他了解 成佛需要具备些什么 要修些什么 你要像阿弥陀佛这样 你就知道阿弥陀佛是怎么修的 你要像阿弥陀佛这样 你要知道阿弥陀佛是怎么修的 那么这样的愿 他发什么愿 那么一愿起修 你像那个 你像那个 圣伴夫人 他也发十大愿 那这个佛十大有很多赛兰子三女人 他也发愿 那么他发了愿之后 他就一愿而做 比如说 他看见这个 守卫城来的 那个叫 不知道什么 什么 佑波 佑波 这也很有名 佩舍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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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这个 佩舍瓷 看见这个 他在守卫城 看见那个 从守卫城来的 外地来到守卫城的人 他没有得吃 他就发愿 他也发了十大愿 那么他 所有从外地来的 我都让他们吃饭 我都供养他们 然后下雨的时候 他看见很多人 没有疑 所有守卫城来的人 我从外地来 没有疑 我都供养他 反正他看见人家受苦 他就想办法 避免这些人 怎么不受苦 那他这样发愿了 他就意愿而休 那么所有要去外地 採取的人 可能不一定拖得到波 那么都由我供养 那么所有生病的人 就守卫城这些 所有生病的人 没有药 我都供养 这个就是他发的愿 那么类似 你看类似 要生火这样的愿 那哪里有苦 菩萨都是这样的 谁在受苦 没有被我看见就算了 让我看见 那么我想办法去做到 让这些人不受苦 那我现在能力不足呢 培用我的能力 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就是 你看佛时代就有这些人 那后来慢慢慢慢就变成像菩萨这些 乖菩萨 就像菩萨 其实以前这些也就是菩萨 他就这样发愿了 他发了愿他就这样做 那所以你也可以发你自己的愿 其实可以从你做得到 从你做得到的开始做 那么以前我也是这样 就也是这样发 但是从我们做得到的开始做 那有些你可能做一做会退传 会 因为有时候发了这个愿 但是很多音乐 有时候让你没办法继续坚持下去 有时候会 所以发愿你 发愿你要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有时候也要你相当的能力 有时候不然有时候也不一定做得到 那你要发现到你缺的在哪里 或是你的能力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依你所不足的 你去发愿 我以前就是做不到这些 所以我现在好好的发愿 要这么做 那一个就是依你的能力 我的特产就在这边 所以我就发愿用我这样的特产 去利益众生 去改变众生 那么这两个都可以 这个都有 就是他的特产是什么 他用他的特产 他的能力 然后去利益众生 那么他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是由于他过去少了些什么 所以他就发这个愿 我一定要把他修圆满 类似像这样子 那么你这样发愿就是你要持之源 你不用跟别人讲 你不用跟别人讲 你自己知道 佛菩萨知道 然后你就这样做就好 然后坚持 但是也许你可以这个愿 你也有个期限也没关系 就好像闭关 一般闭关休息 比如说几年几个月 没有 这个也是休息 它有个期限 你念佛若一日落若七日 比如说你发这个愿 一年两年三 你会一辈子 比如说受五戒 它也是一种发愿 进行受不杀神 进行受不偷盗 那八观在这一天里面 如初我进行受不杀神 我也就是夜不杀神 这一天我就要做到 那么类似像这样 那么你常常这样做 常常这样做 你可以发长期的 进行受的一个 可以发短期 长期是几位来进 你可以发短期的 中期的进行受 也可以发短期的 一年一个月 或是十年 类似像这样 那从你想做的 你觉得自己不足的 或是你有能力做的 从这些开始 其实以前我也这样 以前因为我们很穷 我就觉得 那么会穷一定有几个原因 不是你不努力赚钱 而是来自你 第一个 你过去又不牵摊 又不偷盗 那会导致你贫穷 非减 好 那怎么改变它呢 牵摊就是要能死 那如果是偷盗 你就会变成要怎么样 你要知道仁慈 就是你要受戒 不投道戒 那这个能舍 你就要发短 不是说想舍就舍 你要我确定目标 我要养成能舍的习惯 那你就开始去观察 我有没有欠他的习惯 有 有 捨不得 好的不捨得给别人 给别人的都是自己不要的 自己用不到的 自己多余的 就算别人比我还需要 我为什么要给他 有些人就算自己不要了 他也不要给别人 那你就是变成 有些东西很好的 可以给别人 都给别人 放到坏掉 然后要丢掉 才要给别人 这个都是欠摊的习惯性 欠摊的习惯性 那么即使你自己用不到 因为它价值 你也不用给别人 那么我们都会有 而且我们就会帮他观察 也觉得我们也不小心 不小心 人都有欠他 的习惯 这个来自于我爱 那么你慢慢发现到 这个都是程度轻重的问题而已 那你认为 比如说像我以前就觉得 因为比较贫穷 卑贱 那么就会觉得 从因果的观念看 那一定是我在这个地方 努力的不够 修的不好 已经是这样了 所以怎么办 改善他 要发愿 你没有发愿 没有那种坚定的心 我就是要这样做 好 那么从今以后 我只要看见 只要有人来跟我要东西 我有的我一定给他 我只要看见他需要 他不用跟我要 我也给他 就开始发愿 那么这样做了一阵子之后 就发现改变了 以前不能舍的 开始可以舍 你开始慢慢慢慢 那能舍也不是一切都能舍 那么头目脑水还不行 身外之物还可以 那身外之物里面当然还有分 就是慢慢改 慢慢改 你不是 你要做到像 释迦佛前生这样 就是头目脑水都能舍 那个还没办法 前面讲过 前面讲过故事的时候讲过 所以你要渐渐 那你要先发愿 我要做到这样 那渐渐做渐渐做渐渐做 你会进渐越来越快 那你越来越能舍 越来越能舍 就难舍难舍 开始开始就这样 那他重发愿了 那做你能做的 或做你想做的 做你应该做的 发愿 你是不是要吃素 吃三个月也可以 那么吃素是来自 你要担用你的慈悲心 不能众生苦 所以不能食众生肉 也是从这个开始 那也可以 那你要发愿 你要看你特长在哪里 或是你的弱势在哪里 那你发愿 把它做到 把它做好 把它做成就 然后利益自己 你一个是利益自己 就是你的弱点在这里 所以比如说我的脚不好 那我还要天天训练脚 那这个就是他要补足你的弱势 那么一个就是你的特长在这里 所以你一年特长去利益就这里 那么这个是你利益他的下去 那么都可以 好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赤狼部长 赤狼部长 那赤狼部长他有一天拿到那个 就西子宁的那个赤狼部长 在台湾也是很有名 那他有一天拿到一本为师 为师的书 他怎么看不懂 他就发愿 从今以后只看这本书 直到把它看懂为止 所以他天天就看这本书 看不懂他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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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想 他就发愿我一定要把它看懂 没有看懂之前我不看去看书 我就是看这本书 就这天看这本书 有空就看这本书 一直看一直看 他不是只是看而已 他想 这什么道理 想不清楚再看再想 再看再想 就跟儒家讲的 有佛学学之福人福敬 一样 我没有学会 我不停止 这跟儒家讲的 那有这种心 这个叫禁忌 你这个从发愿 从发愿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他这里 以这样的运行 在东方事件 现起的极乐事件 一样清津 一样庄严的禁流米禁土 那我们说这样的禁忌 除了要师佛之外 还有要师佛的眷属 共同共业所成就 共业共业 同行所成就 好像阿弥陀佛的禁忌 也不单单只是阿弥陀佛一个人 那么朱上善的 那么观音仆佛大道之外 这些大菩萨共同 这些都是依着阿弥陀佛 一样 那么同愿同行 成就这样的国度 那么当然最主要的是阿弥陀佛 要师禁忌最主要的是要师佛 但是不是只有要师佛 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另外 他说以此禁忌法门 涉护信心 基本上后来禁忌 都是信心为主的 涉护这些人 他觉得我成不了佛 我修不了血 我离不了这些努力 那怎么办 那没关系 那你就带着这些 然后慢慢修 那你修总理没修好 就让你慢慢慢慢往前进 那么使众生能得 仁天真上义 往生进土 你就得到这样的利益 终于成就不中了 那么到了那里 或是到了这个环境 你再怎么样努力就努力就 他还是要告诉你 还是要醒菩萨道 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 其实不是一直在极乐世界 那你在那里发布这些 你还会到娑婆世界来利益就生 或到他方世界去利益就生 他通常有两个 一个就是到没有佛的国土 去弘扬佛法 一个是到有佛的国土 去帮助佛弘扬佛法 其实就这样的 那释迦佛的意思也是这样的 一个是跟在佛身边 帮助佛 像舍利和木劫 一个是到没有佛法的地方 去弘扬佛法 像嘉湛月 也不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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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极乐世界其实也是这样的 其实也是这样 那么多数 多数多是像佛弟子 跟在佛身边的其实不多 那么你以为1250个不是 就算1250个佛弟子 阿罗万有几万个 多数多数到没有佛的国土 去弘扬佛法 去利益说成传佛正法 那么有一些当然 跟在佛旁边 祝佛弘化 那么这个都是菩萨道 这个都是菩萨道 那么他说 从前的御灵国师 要司法门大概在明清之后才开始 开始多 尤其到清朝 那跟这个御灵国师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就开始流行起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药师经》 它虽然是写玄奘翻译的 但是其实后面的《药师宗》 跟前面的八大菩萨 是参考其他不同的译本 再補进去的 玄奘意乃没有《药师宗》 是后来補进去的 也没有八大菩萨这个 这个是以其他不同的译本 放进去的 就好像 《药师宗》这个《仙经》 它是以摩托波罗的《药师经》 里面的《西药》组合成 但是后面的咒语 其实是拿《头鲁尼吉经》里面的咒语 加进来放进去的 玄奘意乃的《药师经》 所以有一些就是中和的 中和的 包括《涅槃经》 包括《华严经》 一样 40华严跟65 跟80华严中和 都会有这样的情形 他说以前的玉林博师 玉林博师非常有名 他找个专业 他是顺治皇帝时代的博师 一直到康熙 他对当时的佛教也有一些影响 特别是在弘扬《药师经》这一部分 我见到的《药师经》 称探为无善的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有《雁迷心》的人拍照 因为净土坊门 即使迷途坊门要有《雁迷心》 但实际上《雁迷心》的人不多 所以以弥陀净土 因为有《雁迷心》的人太少 那么你没有《雁迷心》 即使你就以弥陀净土不相远 那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一点 那么有了《药师经》法 就方便那一些不舍限法的人 又要现在的武艺 又要暗卓现在的武艺 又想休闲 又想时候到净土 那么这些人至少 至少 他还可以多少听门佛法 多少修一些善 即使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可以结一些善缘 造一些善业 结一些法缘 即使 多少可以这样 那么以往生净土而成佛的可能 那么他有了这一些 第一个他相信佛 第二个他依法修行 虽然修得不什么好 但至少他有 他有这个远 有这个线 那么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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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清楚 越明白 然后越能够舍掉这个方便 然后了解这个真实 那么渐渐渐渐渐就成佛了 即使是这样 所以玉林国师称探 药师尽得为 人间亦有阳洲赫 但犯如来功得床 这个我们稍微要讲一下 这个是玉林国师说的 我们稍微要讲一下 他说 大凡羞耻 一般来说我们修行 需量起量法 大家要知道我们能够做到什么 我们能够修到什么 我们适合修什么 类下这样 衡量自己 看看自己 能够修些什么 量起量法 适合修什么法 那执心执行 这段话可以看一下 执心执行 这样知道的时候 就发这样的嫌加去做 他讲到 他说 成人厌恶三千 坚持往生 成人厌恶三千 坚持往生 坚持往生 坚定你的志愿 往生 教往生进度 那么 则专依阿弥陀金 那么你就依阿弥陀金 专门依阿弥陀金 则专依阿弥陀金 这个是清朝 清朝刚开始 就顺慈皇帝 阿弥陀金 阿弥陀金讲的是什么 搜射六根 敬念相继 所谓直尺名号 一心不达 决定往生 当时就是这么说 所谓直尺名号 决定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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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于现前富贵宫里为人忘取 但是 但是這裏就講到 若於現前的 就現在的 比如說眷屬 和樂 家庭 溫 瑜伽 自己的房子又很大 自己權力又很高 又知道什麼樣 若於現前 富貴公民 就是我們說的縣世耳 餵母忘卿 難以隱石之印 餵之身邊 對如意的事 沒有辦法願 生生的願意 則以往生法人 不為一身心 你真的要往生淨土 其實沒有辦法願意 你是心 但是沒有辦法生心 我就算信 即信你 即使你相信 生修淨土 和心念說法 這個是最常見的 一邊念佛 但是一邊執著這個說法 一邊要我這幾個世界 一邊又斤斤計較 死後這個谷味要放哪裡 你看 就是這樣 生修淨土 和心念說法 求其不理玉鉤 而成佛制 但是他講 他說 果何異如 這有些什麼利益呢 如果是這樣 那你其實念佛 那這樣做有什麼道理 有什麼利益呢 這都有熱功的嗎 這都可以嗎 沒有辦法 那後來說 他看到藥師經 因為一般人能夠厭禮的太少 能夠不執著的太少 那講一個公安 這個印光大師有一個居師 本來要請印光大師 去接受公開的 去他家 讓香港不要去 印光大師 他還有一個錢 他年紀很大 事業成功 他說 你是坐什麼行業的 他賣酒 印光大師說 那不行 你要把這個酒縮了 不要再賣 他已經賺很多錢喔 但是因為他賣酒可以賺很多錢 那麼以前 沒有錢的時候 賣這個起價的 現在已經賺很多錢了 房子很大了 生活不飲客吧 但是錢繼續賺 他捨不得 捨不得放掉 每個月可以賺那麼多錢 他就不要放 因為他就說 那我不要去 你要 你就把這個酒業 賣酒的這個行業收掉 因為這佛法裡面就是 第五條歌 不飲酒 你不要再賣酒了 你不要再賣酒了 可是他不賣酒 他都年紀那麼大了 他就算不賣酒 他也可以過得很好 可是 他就是 其實那些錢對他來講 也沒有意義那麼大 他那麼多錢 年紀那麼大了 他都花過來 就算給他的子女也不用那麼多 那麼多錢 所以說掉了 現在 你難得遇到一個這麼有修景的人 你好好供應他 那他捨不掉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就不去了 現在呢 一方都當然不在了 他也不在了 如果他那個時候能夠捨掉 然後好好供應 供應到事 那麼現在肯定不一樣 那個心那個業就不一樣 那就不一樣 那現在 你看 他就算那個酒也還在了 給他的子孫而已 可是他在哪裡 他的佛法應援又不一樣 他跟應光大師的應援又不一樣 你看 當時好可惜喔 不能捨 放不下來 那這些是多餘的啊 比如說他有一千萬 假設我們這樣講 他的財產有一千萬 那每個月他可以賺十萬 賺十萬很多 假設 好像每個月給他多一百萬好了 他有一億 那每個月他又多一百萬 對他來講 多了這些也沒有用 對他來講沒有用 他一千萬在活一百年他都用過 可是他要那麼多做什麼 可是他會覺得不賺拍不賺 越多越好 可是他也拿不到 他過幾年就沒有啦 沒有幾年他就 因為年紀大了嘛 你都在給你十年 再給個一千萬 一千萬 你留著也是銀行儲款 數目增加二年 你也用不到 可是你如果 你如果捨掉這個九月 你就不去照這個九月 他就餘次月了 九月是餘次月 然後比較不容易理解 理解我嗎 然後 你好好供養應光大師 你有供養這個應光大師 這個三知識的福田 你可以這樣捨 捨掉這個 你未來就容易 在詞界上 你容易捨掉那一些 那麼你又有佛法的應援 又有善業的應援 又有這種 又有這種決定的應援 他就能成就 你看 一念不能捨 應援就變了 他未來在九月高大師的應援沒有了 不一定有 不一定有 那你看他不能捨 他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一般來講也是這樣 心念說我和瑜估有什麼道 我和瑜估有什麼利益 所以他後來看他要什麼 他這麼講 求其不理欲勾而成果正 但是實際上也沒有那麼容易的事 世界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求其不理欲勾 我瑜估是戰道法 求其不理欲勾 就是還要有現在的男女隱石之欲 那麼富貴公民 那麼知這個名 富貴公民的這個欲望 男女隱石的欲望 他都要有 求其不理欲勾而成果正 難道能夠成果正 當然這個都是對那些 煩惱比較重 比較不能捨 忍忍的一種色受能力 然後三 吾如修辭 要施願來之殊勝難施 沒有比修要施法能更好 這樣 你看 我又不用放棄什麼 我繼續享受我的禮拜 然後我又可以修行 死後可以往生進 到了淨土 然後漸漸可以成果 來看多好 那實際上沒有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瘦瘦 那這些人 對自己比較沒信心 然後又想要學佛的這些 我無如修辭要施願來之殊勝難施 就是要施法能 這個是 這個是他的原文 就是玉林國師說的 那老師 老師前面說的就是 因為月靈心的人太少 近人不相信 那麼沒有月靈心的人 也有往生進入成果的可能 類似像這樣 就講這個 那人間一有揚舟後 我們再把這個講完就好了 人間一有揚舟後 但犯如來 功德船 他是來自於 這個也是 玉林國師說的 但是他是來自於 以前的一本小說 他說 有一個人 在一個地方 大家講一下他的願望 像框子講的 和各言和之 和各言和之 大家講講自己的願望 這些人站在一起 就各講自己的願望 其中有一個人就說 希望能夠做揚舟刺死 揚舟那個時候是很熱鬧的地方 就有點像說 我要做 台北市長 台中市長 那有一個人就是有公民 那有一個人就是說 我希望做一個富翁 有很多錢 富貴 這個是貴 赤子是權利 比如說要做台中市長 一個說我要像郭台銘那樣有錢 例如像這樣 那有一個人就說不要 我要能夠祈賀 祈賀 祈賀上身 一個就是修道成仙 另外一個人聽他們三個人講 就說 那他怎麼都要 他要有很多錢 腰藏十萬貫 祈賀上揚舟 他又生仙 哪有人能夠上揚舟 做揚舟刺死 然後又很有錢 事件上就是一個最準的 我們說起來就好像 他什麼都要貪心 那實際上 要是我們就復活這樣 三個人 願望不一樣 一個要祈賀 生仙 修道 成仙 死後成仙 一個要 很有錢 一個要有富貴 做揚舟刺死 那他是 祈賀 表示他是 他是有修道 有成就 然後上揚舟 就是到揚舟去做刺死 然後腰藏十萬貫 就是 十萬貫是很有錢 他什麼都要 類似像這樣 所以人間亦有良舟 指的就是這個 腰藏十萬貫 以前這只是一貫貫 齊賀善良舟 但犯如來功德船 要施法 當然這個是 在單要施法 實際上 他是射受那一些 他又捨不掉武慾的 然後都非常修行的這些 但不是說真的 你不用捨掉現在的武慾 然後只要好好念佛 因為要施法 然後實在要施法 我追 然後就接天要施法 在那邊成功 不是這樣子 是受那些人 好 因為時間到 幫大家幾分鐘 大家合掌 回笑 願以此風的 願以此風的 補及於切 補及於盡 我忍與眾生 我忍與眾生 皆共成功到 皆共成功到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